接下来我们再来关心疫苗的消息 日本政府提供了124万剂 总共17大箱的AZ疫苗空运抵台 已经卸货送往货运仓储 全程是由警车护送 继续来看 航阵楼809班机下午降落在桃园机场 缓缓驶入机坪 一大箱货柜准备卸货 里头装载的就是日本政府提供的 124万剂AZ疫苗 他都在转机 相关人员赶紧卸货将疫苗再往货运仓储 警车和海关车全程护送 根据日本执政党相关人士透露 台湾5月中开始受到疫情影响后 就透过多重管道向日本政府探寻 是否能通融100万剂疫苗给台湾 日本政府台面下开始研议此事 前手上安倍晋三等执政党国会议员也出力促成 经过10天的努力 AZ疫苗终于在台北时间上午11点 从成田机场起飞运送到台湾 而载运的这班日航JL809班机 是东京飞台湾的定期航班 疫情期间缩减班次 今天特别加开载运AZ疫苗 并没有开放给旅客搭乘 另外日本经济新闻也报道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也表示 希望提供疫苗能有助于台湾控制疫情 好的确希望可以控制台湾的疫情 日本终于要资助台湾 是124万剂的疫苗 在下午已经抵台了 指挥官陈时中认为 这是台日人民之间的深厚情谊 在这危机时刻获得援助 但是针对这个疫情的效期 这疫苗的效期 以及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施打 再加上美国捐赠亚洲700万剂的疫苗 该如何分配 我们来听听指挥官说法 疫苗这一次来说 其实它的效期还算长 效期还算长 应该有到十月去了 到十月中 好像是十月十四日 124万剂 虽然是我们这几波来 可以就是说 最大的一批 最大的一批 相信对我们在整体的一个防疫上面 应该是很有帮助 很有帮 很有帮助 那真的这一次 我们看这次疫苗 在日本他们本来是要提供 比较大的量给COVAX 那也基于这两国的这样的一个情谊 长久 双方里面人民打下的一个深厚的一个 友情的基础 那日本也展现了他友情友谊的一面 我们非常的感谢 美国他要大量的试出相关的疫苗 他主要还是在四分之三 还是放到COVAX的平台 南亚东南亚里面 又准备要分配七百万剂 那台湾也列在那个名单里面 红海耀镜这个 我相关的文件 他们是比较齐全 那么也愿意在上面帮他予以协助 那希望能够 也有这样的一个 可能的一个结果出来 不过在我知道 事实上有困难也很多了 很多的程序很多的东西 没有人要为难这个事情 但是买疫苗这个事情 本来就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 好 124万剂 日本捐助的AZ疫苗 在下午抵台 台北上柯文哲就说 这当中其实有很多人在帮忙 而重要的是现阶段的疫苗 到底该怎么分配呢 要思考如何处理防止疫情扩散 不管是哪一国的疫苗 哪一国送来的疫苗 只要送过来了 应该要赶紧发下来 尽快打一打 才是最有效率的应用 还是要有政府嘛 这政府不管是哪一国 要有政府去负责同筹 对我来讲 赶快把疫苗发下来 我们赶快打 这个比较重要 至于其他的口水战 你知道 现在战况还紧急 没有心情去跟你们打那些口水战 我倒觉得疫苗既然有一些到手的 赶快弄一弄 赶快分下来 做最有效率的使用 把疫苗当作围堵这个疫情的一个重要的工具 看怎么分配 我们赶快把事情做完就好了 从感染到发病 大概2到7天 从发病到变严重会传还要在7天 从7天到插管这个还要在7天 所以事实上那个死亡的数字跟感染的这种时间差很长 可以差到 已经差超过多快要 死亡 比如说从感染到死亡大概要3个礼拜 所以也就是说这有tendek 有时间差的问题 所以死亡数跟感染数不一定有一个 没有 因为时间差很大 所以很难判读 所以死亡数不是估计疫情严重以后 一个有效的 就参数不是一个有效的参数 所以那个不要理他 至于说 封城这件事情我也想过很久 24万计的AZ疫苗下午抵台 高务市长陈其迈还开了记者会 我们要特别感谢 我们日本的朋友 那在我们困难的时候 疫情严峻的时候 那送来了124万的疫苗 那我们真的要非常感谢 感谢日本朋友的患难相助 让我们觉得很温暖 那也真的是见证了台日双方是 真朋友 真友情 鬼灭之刃有一句话 家人也好 伙伴也好 假如彼此之间有强大的牵绊 这都是一样的崇高 那我想台日之间 不仅在历史文化跟过去的人民之间感情的牵绊 那我相信这些都是日台双方 在共同面对疫情传播的时候 那我们的坚强的力量 所以在这里要特别来感谢日本 在台湾患难的时候 让我们见证彼此的牵绊 也让我们觉得更有力量 在台湾患难道